以南又来准时和大家见面了 孩子是一个家庭中的天使 每个宝宝的降生 都能给家人带来无尽的欢乐 但是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 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要孩子 那些被父母遗弃的婴儿 最后都去了哪里呢 真想令人心酸 大家都知道 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尽人意 生孩子这件事也是如此 其实没有哪个母亲 愿意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 但是有一刚出生的婴儿 先天就有一些无法医治的疾病 拖下去也是白费力气 父母只能忍痛和自己的骨肉说再见 这些婴儿最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焚烧 这对于父母来说也稍有安慰 但还有一些被归为医疗废物当做垃圾 这种是最不负责的一种做法 只能怪那些无良的工作人员 把他们当垃圾一样随手一丢 我们也只能希望这些天使们 能够再来生成为一个健康的孩子 能够享受家庭和父母带来的温暖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喜欢别忘了分享给朋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